星号输出三角星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输出一个三角星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是输入一颗星 第二次输入两颗星 依此类推 最后输出可能13颗星的话 1到13 问题这边还要一个换行 所以这地方该怎么做 这地方当然你可以怎么思考 第一个的话for i 等于 range 1到14 可是问题来了是这地方 这个程式打出来 这样跑出来大概讲这样 不过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是for i in range 一定是1到13 停下来就14 OK 可是问题来了 我这样输出的话 那我要print什么 如果print星号的话 这地方的话 当然我接下来可能需要怎么 用这一去帮我输出几颗星 所以for j 怎么样 in range OK 一样1到多少呢 i 如果它的词 因为我要输出几颗星嘛 所以我可以怎么用i这个词去输出 所以1 后面的话呢 当然到哪边停下来 它一定是1 后面一定到2 所以跑一次 意思是跑几次的一次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跑 那如果我用i直接放进来的话 会变成 少一次 因为 比如说1它就停下来 它就不会动 所以 基本上的话 后面加1 让它多跑一次 print什么呢 星号 然后让它怎么样呢 因为它print本身已经有一个换航 如果你再多一个换航 没有 就变成什么 会换航两次 假设这样 如果你没有再多加一个 把换航去掉 它会变换航两次 再一个print 就是让它再跑 所以这边的话执行一下 你会看一下 有点像九九乘法表的写法 有没有 那如果说呢 你假设呢 没有把那个换航吃掉的话 它会变成说 它1 有没有一个 然后2的话 变成这样的话 哎 跑到下面去了 所以呢 必须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呢 再加上 一样跟那个 呃 绝对的话有点类似 and 等于 有没有 把它吃掉 然后就这个意思说 跑几次一次 跑几颗星 然后帮我串在后面 ok 另外的话 这个也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它就不会放 把它print一下 ok 跑出来 结果 可是实际上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标准的写法 可是 另外有一种 是比较精简的写法 因为在 什么呢 在 Python里面 我们如果说呢 要重复几个星的话 重复几颗星 在Excel里面有那个replace函数 重复几个字 那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重复几个字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假设我这边注解掉 我把这边先 这边先注解 print几颗星的话 其实很很简单 直接print 你比如说要print13颗星的话 13 乘上 几颗星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我要重复 几颗星的意思 ok 所以我执行一下 你看 会发现 13颗星出来 如果我今天要13个0的话 就这样 13个0 ok 特别注意 这种写法的话 是 等于是Python独有的一种 特别写法 你如果写其他语言 都没有资源 所以 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要一颗星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办 1 一颗星 乘上1 之星 那如果2 也就是说 假如 你懂得用这个方式来写 上面这种写法 其实就可以不需要 所以如果我要写成精简的写法的话 中间的这个锥子可以拿掉 然后呢 里面的话直接 把这个 数字改成i就可以 也就是第一次 帮我输出一颗星 print本身 直接就换好 两颗星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种写法的话 相对的快很多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写法 但是跟各位讲 其他语言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写成刚刚那样子 相对的复杂很多 OK 所以 1到13 直接执行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 底下还有那个 另外的变化 反过来的话怎么办 很简单 反向不就怎样 把13 这边应该改成13 13到 多少 应该到0 因为到0停掉 然后前面执行到1 逗点 不过记得一定要加-1 OK 也就是先输出13颗星 到1颗星 停下来 OK 一定要-1 这个没有写的话 他就会出错 执行反过来 OK 其他的话当然 你还可以试一下 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反向 另外的话你还可以 再变化一下 就是正向前面如果要加空白的话 这个难度又有一点 也就是说我今天怎么样 我希望在这个前面加空白 那也就这边前面13 这边到这边总共13 可是1颗星 所以等于前面有12个空白 一直到这边的话是一个空白 0个空白 所以是12到0 OK 也就是补几个空白在前面的意思 那请可不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写出像这样的 前面加空白的一个 你如果不要看答案 反正你就是直接先练习看看 先不要看答案 OK 答案又跑出 就不要一直受到诱惑 你就是先不要偷看一下 因为其实说真的 至于想出来的 这个就是会让你的记忆 这个印象最深刻 就你的东西了 然后来试一下 如果要加星号的话就是12 所以就可以注意 空白应该12 那它的关系的话总共13 所以其实 这个空白跟这个i什么关系呢 它一颗星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13去减掉i就可以了 然后去乘上几个空白 这样输出就OK 应该没问题 所以 想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地方输出的话 也许在这边你就再一个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printer 然后你可以要几颗 就13 减掉i 它如果1的话 那12 12 那一时类推 记得把它刮护起来 因为它会在乘上 因为先乘除后加点一样的规则 然后在后面记得刷以后里面加一个空白 不过理论上应该会是正确的 当然有一些电脑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一些好像那个字元的间距不太一样 会变好像那个空白太宽或太窄 你好像之前有东西有发生类似的问题 不过 目前我这边是没有发生的 跟各位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end 把那个后面 因为我 空白加上去就不要换 不然你如果没有加这个 它就直接换好 好了 执行一下 OK 那反向的话当然也一样 反向很简单 就把这个13 改成0 然后-1 然后其实后面程式 几乎不用改 你就反向 这样再颠倒 其他的话甚至好 如果你要利用类似的方法 去画出一颗类似耶诞树也是OK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画一个耶诞树 有没有 你可以 你这边一间 然后下面再稍微大一点 再下面再稍微大一点 然后最后再一个树干 它就类似 不过它是有分好几段来写 是也OK 反正这种东西的话主要是练习 怎么样利用FOR违圈就完成这些事情 那这些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我们FOR违圈大概就先到这边先告个多 再来就讲一下坏违圈 其实画违圈跟FOR违圈基本上很多地方 观念上 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把FOR违圈改成画违圈的话 其实主要改三个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要掌握要诀 不管像刚刚我们写的 就是用画违圈 从新再改写加总到99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个空白部分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